好 另外来看到这两个都是非常惊险的场景 分别是在江苏和黑龙江 都发生有人站在那二三十公尺的高处意图亲身 那么非常惊险 索性呢在和这个消防队员僵持了三到四个小时之后 最后都平安火酒 从下往上看真的好惊险 一名女子就这么坐在二十米高空的铁架上 四面悬空 商友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 当地消防队员一边紧急搬来气垫 一边紧急调来六十八米高的云梯车 当云梯车慢慢升高接近这名女子时 她却挥手示意要消防队员不要再靠近 否则就要往下跳 这时候消防队员紧急打出亲情牌 听到儿子这名女子态度突然软化 不再坚持飞跳楼不可 云梯车也得以慢慢接近她 同时把她救下 而女子早已经因为长时间悬在半空中 吹风吹到四肢僵硬 再撑下去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另一个惊险镜头是在黑龙江 三十米高的通信电塔上头站着一名男子 他已经站了四个小时 就是不下来 这工商 但是没人管了现在 由于男生才透过这样极端的方式 最后男子同样透过云梯车被救下来 结束了一场惊险 中天新闻李静综合报道